请帮我们按个赞 号称是国民党的最强战队 礼拜三要出炉的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所有的立委都不知道吗 孟凯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2024年真的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也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也因此绝对就是要推出最好的人选 最强的母鸡 最强的组合来让国人能够信任 因为我们这不只是这段时间 听到基层民众的焦虑 我们自己2024要参选 我们当然也希望要一起并肩作战 有一个人这个形容得非常好 现在是最遥远的距离 并不是我站在你面前 我不知道你爱我 而是我们明明知道说 这个政府是无能的 是贪腐的 是腐败的 但是我们在2024 没有办法用选票把它换掉 所以我仍要利用这个机会 再跟我们党中央呼吁一下 第一一定要赶快推出 我们最强的一个组合 第二一定要公平的 并且告诉大家开大门 走大路为什么推出这样的组合 以及第三当推出组合之后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团结 一致勇往直前 只剩八个月的时间 真的时间不等人了 而现在我们都很清楚明白了解 我们的对手不在党内 我们对手不在在野 而是我们的对手就是在 现在已经耗枕以下 并且已经在等的共犯结构 就是民进党现在的副总统 就是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金得乐 也因此现阶段真的是 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大我 而更重要我们也呼吁 当人选出来之后 也不要在网络上有任何鼓吹 什么非谁不投啦 有谁交游啦等等的 我们现在没有 非谁不投的选项 只有中华民国 只有台湾 为台湾好 我们就是勇云负责勇望之前 并且拿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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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